求主施恩道弟 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 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 诗篇71篇9节 并不偏待人的主 我们特别将所有长者交托给主 求主与他们同在 愿主的眼睛常在他们身上 保守他们的生命 让他们能够有恩典认识耶稣 又知道耶稣住在他们心里 使他们经历生命不再一样的前面 以前自言自语的 今天可以向上帝祷告 把心中的难处告诉主 以前觉得自己妻妻凉凉的 今天要成为上帝的儿女 凡事可以完全倚靠他 不用再独自面对了 因为我们的全能上帝 因为我们的全能上帝 却不会因人的外表 学识 年龄 能力 来定我们的位置 他是一位全言公平公义 愿意施恩的上帝 我爱世人愿意施恩的主 求主特别连出那些无人养 无中魂的长者 愿他们一切蒙作的表达 必得蒙主的帮助 让他们困难得以解决 愿他们对生命的放弃 必得蒙主的挽回和恩典 愿他们对前景的绝望 得蒙主感动人 动了慈心 起来帮助这些老弱的一群 愿所有长者都能够 与他们的子女 和平客气地相处 安享晚宁 求主施恩叫所有长者 都能够在地上日子 忠敬即生命的主 好叫他们走完地上的路程 能倚靠主跨过死亡 进入永生 在天得享永恒的封城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靠 阿慕